所以主力到底會不會跟你做對 其實是會喔 那你要怎麼測試一檔股票有沒有主力 今天講太多聽到賺到 有一些股票 你會發現它平常有時候很難操作 有夠洗的 很難玩 可是在某一個瞬間 它這樣 砰 就上去了 各位觀眾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檔股票本來慣性很差 很難洗 很難玩 我怎麼買它怎麼賠 沒有 可是到一瞬間它就開始往上拉 就是那個最後一次你決定你不上車了 它就噴出去了 有 這個代表主力吸仇結束了 對 我吃到我要的貨了嘛 懂我意思嗎 哦 小的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這是我過去 還可以操作股票的時候的心得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要怎麼測試一檔股票有沒有主力 今天要講嗎 要 今天講太多聽到賺到 真的 那怎麼測試一檔股票有主力 主力 主力 主力不會很閒 主力通常會掛單 掛到五檔章 所以你就觀察那個五檔的掛這樣 有些主力很好玩 他要給你掛那什麼 999 就五檔就掛999 比如說這個價格20.1 20.15 20.20 20.3 25 20.3 他就給你掛999 每一檔都掛999 偶爾會這種畫面 或是有時候他沒送 他全部給你掛什麼 333 333 444 對不對 有在掛單 這五檔章在那邊掛著 我以前很調皮的時候 以前 可以玩股票很調皮 我就給他掛單 他今天給我掛888 對不對 如果掛三檔888 我就給他加個兩張 那就變什麼 變9 變 890 然後那個主力有時候就會跟你對話 你給他調890 他又給你抽兩張走 又變888 就在那邊跟你玩 你就會發現有人在跟你玩 你會發現主力在跟你玩 各位觀眾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種境界 你可以感受到這種境界 你就知道你在跟主力對話 這樣股票就有主力 那這樣股票 其實你就要注意有人在吸吵 這個故事很長 以後有空再跟大家講 你看 我問你 如果老王以前不是這樣 玩股票過來的人 實戰派的人 我現在跟你講這些 我有辦法講出來 我有辦法編嗎 沒辦法 我是親身經驗 我就會跟主力在鬥志 那時候以前可以玩股票的時候 你掛多少張 我就給你 對不對 有時候 那你要怎麼吸引 那你請問你要怎麼吸引主力 瓜叔你好 你要什麼嚇死主力 你知道嗎 主力如果他被掛300張 你發現確定有主力了 對不對 他可以掛單 他都掛假的 主力在手上就是要吸吵 他就是未來要拉的 對不對 對 對 你就突然給他敲個300張 直接給他吃掉 他上面掛 比如他都掛88888 對 你錢借多一點 你就把它888敲掉 哈哈哈 各位 你去敲看看 你看那個888敲掉之後 主力會做什麼事 他原本掛在上面全部賣單 瞬間全部抽掉 然後那個股票就會 然後那個股票就會 啪啦 就一直標上去了 就是這樣 然後就發動了 那個股價就發動了 因為技術派就進來了 就發動了 有空跟大家聊這個 操盤的事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賺到賺到 這個真的賺到 這個就個人 你如果要讓主力 知道你是大有來頭的人 甚至讓主力把掛蛋抽掉 你就把它吃掉那一檔 但你要小心 你要確定 你要確定這個利多快發酵了 因為如果你在利多還沒發酵 而且你做這個事 我跟你講 你吃掉對不對 他賣單抽完 等到一波拉臺完之後 他剛才那些單全部再灌給你 他會再灌回來 那你就會 你就會要去籌那個焦哥的錢 那要錢夠多 對對對 那要錢夠多 所以我希望各位觀眾 你可以 我們在谷海上面 跟著老王一起學習 我們把錢賺多一點 我們就可以 試著當谷海的主力 我們今天聊主力 聊了很多手法 所以主力到底會跟你做對 其實是會 其實有些小韭菜說 我常常會講 其實你不要想太多 主力不會跟你一個小韭菜做對 這是對的 因為他不會跟小韭菜做對 可是他會不會跟其他大戶做對 大戶不是每個都是很厲害 大戶有賠錢的 我常常講 有些大戶只是有錢的散戶而已 進來是要被電的 所以如果主力會洗盤的話 有時候你如果發現這檔股票 就跟你很不對盤 我的建議就是你離開這檔股票了 狗爾衛 不要理這檔股票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檔股票一直玩 你是會很難贏的 我們剛才網友舉例了很多檔 很洗盤的股票 那些股票就是市場上就很 大家都在傳聞就很難操作 贏得了的股票 那你還去玩你就會很累 那那些股票也不見得是 我剛才講 那些股票不見得是有主力 不見得是公司派 都沒有 他有的時候會發現 在市場上面的集體共識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這一檔股票 你已經對它有一個 市場上都有一個 我們常講技術派 為什麼能夠操作 就是因為它運用一個市場上的 集體共識的道理 那如果今天這檔股票 一直被市場認定為 它是一個很牛皮的 很愛洗盤的股票 小編 你覺得市場上對它印象 是不是就這樣 對 那會不會加深它更加牛皮 會 更加洗盤 一定會 剛才網友有講到 鴻海就是一個很牛皮的股票 那就講對啦 市場上都認為鴻海是很牛皮的股票 所以如果當今天有什麼題材 點到了鴻海的身上 大家就不會想去買鴻海嘛 因為他覺得你它很牛皮嘛 你會去選擇那些 比較標的股票 今天市場認為 鴻達店是一個比較標的股票 股性比較標的股票 元宇宙 大家都會首選 鴻達店去買嘛 而它就真的標了嘛 這是一種 一種集體共識 助長或鑄碟的力道 所以有一些股票 當你認為它就是很喜新 例如像台表科啊 這種很洗盤的 金像鏈啊 你已經覺得它很洗盤了 那去玩的人也覺得它很洗盤 所以我請問你 如果有在玩台表科或 玩金像鏈的人 他們會怎麼做 今天一拉一根紅K 就跑了 我就跑了 對 我明天就要賣 因為他知道這一檔股票 就很洗盤 上上下下 我今天不賣 明天就等著平筍 就被爆貨了 那這麼多的集體共識形成了 請問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就賣下來 然後跌到台表科 你破線的時候 或是金像鏈破線的時候 你要去砍它 可是很多人知道它很洗 很多人知道它很喜歡玩人性的遊戲 很多人就跑去低階 那一堆人跑去低階 造成的結果會怎樣 又拉上來 又拉上來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懂這道理了嗎 大家懂這些股票 為什麼會 always就那幾檔 就是很容易洗盤的股票 就是很容易害你這樣 就是會有集體共識 那有時候就試盒的力量 上衝下行 沒錯 Yi說的這個上衝下行 還有人家說要開美 尾全店 尾全店我覺得還OK 尾全店你會覺得它洗盤 是因為 頭信拉一段之後 頭信就給他賣了 頭信賣掉 你就跟著賣就好了 它跌下來了 那頭信最近又買 結果尾全店就漲上來 所以尾全店 其實我覺得它 所謂很 我覺得比較洗盤的股票 上上下下股票 就是今天頭信他也買了 隔兩天頭信滿 他還是跌 這種情況 或頭信賣了 一賣就漲 這種情況都比較辛苦的啦 對 有人說就是 閃戶玩死閃戶沒錯 閃戶玩死閃戶 所以 他最後給了老王說 你有沒有好的建議 我想給蔡基小妹一個建議 就說 你可能會覺得主力都跟你做 事實上我要跟你講 一檔股票一定有主力 但他可能不是跟你做 它可能是你的操作型態上面 可能不太符合這檔股票 有些股票就習慣用 去區間去看它 例如說我們現在盤視的 元宇宙概念股 各位 你最近有操作元宇宙概念股的 例如宏達電 玉創 中光電 威盛 各位有沒有人操作這幾檔股票的 這幾檔股票最近你有沒有覺得 你如果看上均線去買 你就被 就被疤 跌破均線賣 你就砍在地點 最近這幾檔你有沒有發現 包括宏達電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就形成一個區間的震盪 所以有些時候有些股票 它形成區間震盪 你不要看均線了 所以我想跟蔡基小妹講的問題 就是 你可能你的操作方法 你看他剛才講到四海遊龍去買進 他剛才是不是講四海遊龍去買進 那有沒有可能你去四海遊龍 站上所有均線你去買進的時候 他其實是還在打底的一個區間 他其實前面還有前高壓力沒過 所以反而你真的要在 美琪碼上面得到一個 他叫我給他建議 如果你像美琪碼上面得到一個 逆轉勝的方式 我反而覺得你應該怎樣 不要再用四海遊龍了 不要再用三陽開胎了 你轉過來 改用區間來看他 或是用成交量 或是用其他技術分析 KD MACD也好等等都可以 也許你就會贏了 第二個要給他的建議是什麼 人生 總是有些事你辦不到 你有時候會羨慕人家 他長得很帥又很渣 你為什麼沒辦法那麼渣 因為你不夠帥 就是人生 多的是你 你要講好 你會被攻擊 我們是在講一個正常的舉例 你不要亂舉例 有些時候在你的人生 就是有些事情你做不到 有些時候就是 有些股票你就是沒辦法戰勝他 那有些時候戰勝 有些女生你就追不到 就放過了 你一直想要追人家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開出來的基本條件 月薪要10萬以上 你就追不到 你為什麼還硬要追 對嘛 自討苦吃 就看看別的嘛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 然後如果你遇到個性不合的 老王也提供你一些 真正誠懇的建議 然後我們沒有講幹話 我們兩個中肯的建議 第一個放下你的心態 真的雷一夠刪掉 第二個就是你換個方法來做他 那我個人的建議就是真的就是把 那些你玩不了的股票 翻掉他吧 王以龍老王 及股會頭部於所推薦 分析之特別有價證券 無胡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每次財務利益 Ber吉他